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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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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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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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工作這個小子成事,必先要找到他父母的遺骸 否則,先人不安,後人又應有安樂的日子過呢? 沒錯,只好趁此時機,讓他磨練一下 二來,亦都可以考驗一下他的心性和根骨 然後再上機行事 小師父,有志者是可成,為人子女須盡孝道 小師父,難道不可以自己去訪尋先父母的下落嗎? 唉,小曾正有此意,但一來有為先師之願 二來,我來自而去,從入陳世,再難回頭 因此,所有為難,不知如何是好 嗯,佛藥,心中有佛便有佛,心中無佛便無佛 小師父,若然心中有佛,又何必計較身處空門,還是陳世呢? 唉,賴大師之言,心合我份玄機,身入空門,身入空門,身在陳世, 半點不能相強,半點不能相強,若身在空門,心在陳世,則身須在空門 其實,與陳世有何分別呢? 唉,小曾想通了 那小師父,還記住先師嗎? 唉,已經忘記大半了 好,好啊,那就可以從入陳世了 啊,喂,賴大師啊,賴大師,你和小師父打什麼謎語啊? 難道連你都深入空門? 哈哈,這些不是謎語,是禪姬,司徒兄,日後你才會明白 唉,這些那麼難明的禪姬,莫說日後啊,就算月後,年後,新後,我師徒得變了鬼啊,都難明其中奧妙啊 哈哈,既然是這樣,司徒兄就不要理啦 啊,樂得清淨,人如果清淨,必先無為 無為方可無形,無形方可無常 無上即無爭,無爭即無路,無路即無愛,無愛即無我 如果,若新入無我境界,就一切豁然,而大切大悟啊 啊,啊,啊,賴大師,你這樣,是身在佛門,心在佛門,大談佛門秘訣啊? 啊? 沒錯,沒錯,賴大師,身不在空門,但大切大悟,其實已經處佛門最高境界了 啊,嘿嘿,是啊,是啊,在你和尚看來,是最高境界 在老夫看來,就是莫名其妙的神仙世界 啊,老夫只知有酒有肉,就是快活世界 啊,是的,小師父,你是不是決定離去呢? 決定,此行小曾,先去訪尋先父母的遺蹤 盡了孝道,然後再作打算 嗯,你既然去意已決,也都不必再自稱憎人,日後可以留回長髮,以俗名自稱 啊,我只知,自身性脆,法號完整,何來俗名啊又 嗯,既然是這樣,我就贈你一個名字,叫自珍 自珍,這個名字,有什麼解救啊? 都沒什麼的,不外,願其吹家一脈,善自珍重 哦,三個月之後,我們在這間寺再回 啊,好,多謝大師賜名,自珍,一後會銘記大師之言,請了 啊,多謝大師賜名,自珍 哇,這裡廣州城,紅藍綠女,巨碎馬龍,真是很熱鬧啊 大師,你知所謂善才與風水之道 知道又怎樣呢? 如果知道,現時有一個活樣版 司徒兄是指吹字真 不是他,是誰 如果說到身世淒苦,譜天下,只不再能找別人 如果在他身上飾演戰術與風水轉運的強弱 那這一幕真是可以流傳千古 哈哈,司徒兄的說話雖然有點胡鬧 但是其中都含有令世人驚醒的命理玄機 不過,以風水大法幫助吹字真轉運 我也有這樣的意思 雖然艱辛,但是相熟可惟 至於錢財一道,坐其轉運 天下間,又哪有這樣的傻瓜 會白白浪費銀兩去胡鬧呢? 近乎是易上天開 嘿嘿,這件事我有辦法 但是要大師,你聽我說話才行 哦,如果無雙大雅的 賴某當然不會拒絕 哦,吾雙吾雙,絕對無雙大雅 是啊,我們不是入了廣州城嗎? 嗯,入了廣州城,那又怎樣? 這個廣州城,那是車尾之地 有錢人活得無聊的就大把 啊,我們就去做打抽風客 專注最富有的人家,上機行事 吾賴兄你只需隻眼開隻眼閉 任老夫思惟 老夫擔保,又心甘情願 拿銀兩出來胡鬧的路襯的 嘿,你這個德叔啊,又想惹禍上身啊? 大師啊,千萬不要上他當啊 啊,老夫尚未思惟 你這隻死牛就左頭左勢 那老夫豈不是出師未截身才死? 況且老夫此舉 也是為了弘揚風水之大道 正合大師的心意 你這隻死牛,有好戲給你看 何樂而不圍呢?你吵什麼啊? 大師啊,你真是被他亂來啊? 哈哈,我們行走江湖 其實都是游戲人間 賴母並非是驅緊之人 如果無雙大雅的 又合吾盜耀子 那偶一為之都未償不可 哈哈,怎樣啊? 哈?你這死牛沒有話說啊 哈,你… 哈,這隻死牛 一聲不出啊 如果牠不服氣 就一定會搗亂的 哈?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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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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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我们上一次来广州城已经是几年了 如今广州城又有另一番局面 大师啊 广州城跟以前一样这么繁华 街上红南陆旅 街道两旁商店 酒馆林立 天南地北 还有酒香四日 你们没有留心 你们看一下 在街上行酒的 红素绿眼的异乡客多了很多 而且在市面上 松茸行酒 就好像在自己国家那样 我虽然不知道这些异乡客 是来自何方 但是至低限度 都知道这些异乡客 在广州城生活得很快活 现在的广州城 酒楼妓院依然这么多 不过就多了很多大的商店 和金光闪闪的珠宝店啊 哎呀 哎呀 我闻到那些菜的香味啊 哈哈 我也知道大家肚饿的了 不如找一间菜馆 吃饱个肚子才算 好啊 那走快点啦 好啊 哎呀 哎呀 好飽哦 哎呀 我都飽了 vousew es проблемы 是不是由監漱放出來了 因為是地獄走出來 就變成兇鬼 前世沒有仆ским煙火 唉…飽不飽了 我義牛是用仙家修煉之道 飽餐一頓可以抵三年 師徒兄 又難怪義牛這麼好胃口 我賴某都很久沒吃過這麼好吃的菜 不知道為什麼 魚肉之類 一到廣州人的手上 就變得很好味道 廣州人烹調食物的功夫是天下第一 其他的不說 只是看菜式的名堂就令人食指大動 明明是雞腳 偏偏又跟他改過名是什麼白花鳳爪 但是講到廣州的美食 這間小菜館只是第九樓 德叔 第九樓 難道還有好過這裡 老夫聽說廣州有十大名菜 好像廣州茅台雞 廣州文昌雞 紅麵加積鴨 紅燒大鮮 紅燒大鮮 廣州 鯪魚球 卯燈鴛鴦 急 八寶 冬瓜 中 沙窩水魚 再加上這道白花鳳爪 哎呀 名堂多不勝數 哎呀 這間下九樓的小館 這道白花鳳爪都已經這麼好吃了 如果真是去那些第一樓的酒館 試雲那十大名菜 哎呀 那就真是神仙 都要叫爺爺了 哎呀 你這二樓從什麼 這廣州十大名菜 我們怎麼吃得起呀 還想一流酒館 嘿嘿 阿德叔 聽你這樣說 那就是我們沒有希望 嘿 那也未必 等一會 只要二樓你做事快手些 跟老夫鼎力合作 老夫就保證你 一定吃到這十大名菜 怎樣呀 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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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道你已經找到目標了 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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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對面那間商店 嘻 那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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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間金碧輝煌的珠寶店 嘻嘻 門面的裝飾 已經令人刮目相看了 一條金龍 橫跨整個舖面門口 金龍的嘴 含了一粒大珍珠 許許如生 光耀奪目白 嘿嘿 大師看清楚了沒有 嗯 如果說這個店主人是窮光彈 那老夫就真是有眼無珠了 嘿嘿嘿 師徒兄 就算他是有錢 你擔保他願意拿錢出來胡鬧嗎 我們不可以去搶的 嘿嘿 如果要去搶 就不顯出我的本事 老夫包他心甘情願拿錢出來 但是就 嗯 怎樣 就要委屈大師你做一次唯心的事 嗯 啊 如果是無雙大雅 賴某就破例一次 哎呀 這樣就可以了 科技 看數 好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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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齊 那他们三个卖了单走出饭店 果然就走过去对面那间珠宝店 原来这间珠宝店就叫做宝华庄 宝华庄门面辉煌 里面就很幽静高贵 铺面的地下就铺了紫色的地址 两边就用玻璃加盖的饰轨 饰轨里面的珠宝黄金首饰就琳琅满目 上面还吊着几盏长明榴梨灯 更加显得宝华庄的气派不华 柜台前面就摆设了客椅 椅上面铺了出色的广州藏元方刺秀 令到有幸坐在椅里的客人都感到自豪 能够走入这间铺头的人当然就不多 但是有幸能够入来的就非富之贵 所以出手就自然阔却很多 虽然铺头里面就只得三几个人客 但是老江湖司徒只得一眼就知道 这三几个人客只要有一个成交 那店主人就已经离开玩笑了 所谓三年发市 发市就当三年了 这句说话就是专为珠宝店而设的 一间那么金碧飞煌的珠宝店 入春来的人客都非负责贵 而赖布衣他们三个走入来 不用说 贵面那些伙计都恶然地望着他们 那二牛首先就觉得自残形威 还怎么敢乱动乱港呢 他跟着在赖布衣后面 得低个酸姜桥 那赖布衣呢就若无其事地 满面笑容成竹在空那样 而司徒德这个老江湖 一日到来就四周围望了一下 大无私仰地坐在客椅里 那各位 究竟他们什么狐狼卖什么样 他们三个在广州城又有什么事发生 剧情发展乐图又会怎样呢 可惜今天又够足 请各位留意下一回的播出 请请 《赖布衣传奇之》 《姜丝斗鬼狐》第四回 香港电台戏剧组制作 叶世红监制 吴慧榮编导 《奇村编剧》 并且由曾永强 钱佩佩 林友荣 温泉 蔡浩良等联合外演 现在经以播送联笔 《赖布衣传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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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赖布衣传奇之》